姜維領了後主的施令,和夏侯爸一起回去漢中商量出兵。 姜維的部署是這樣的,首先派使者去和姜人訂立盟約,然後起兵出西平,逼近翁州。 同時,先在谷山之下,抓起兩座城堡,派兵駐守,作為機閣之勢,互相呼應。 梁草運到村口,依照諸葛丞相往入的辦法,按次序進兵。 當年秋天八月,姜維首先派歐安、李陰兩元將官,率領一萬五千名兵,去谷山之前修建兩座城堡。 由歐安首位東城,李陰首位西城。 雍州刺史郭華一接到屬兵來進攻的情報,一方面立即報告落揚,一方面派副將陳泰帶五萬人馬,去和屬兵交戰。 歐安、李陰就各帶一支軍隊出來迎敵,只因兵少頂不順,就退回入城。 陳泰就命令中城堡四面圍困猛攻,又派兵切斷了屬兵漢中的良道,這就閉加火了。 歐安,歐安、李陰的城堡呢,裏面就缺糧了。 沒多久,郭華親自帶兵來到觀察了一輪地影,郭華的心就很歡喜。 他回到營宅和陳泰說:「這座城堡,地勢這麼高,裏面就必定水少,一定要出來城外打水的。 我們如果截斷他們上游的水源,屬兵一定可以死,就派一隊兵士去捉一道土為染,截斷上游的水。 那城裏面就果然沒有水了,沒有水就不行了,李陰就帶兵出城打水了。 但是雍州兵就圍困到鐵桶那麼實,李陰他們拼命打都衝不出,唯有又退回城了。 歐安守那個城堡裡頭也斷了水,就約了李陰帶兵出城,匯合在一起,大戰一輪。 但是結果呢,又打敗了,就趕回城,那些兵就渴得很淒涼了。 歐安和李陰說:「姜都都的兵現在還未來,不知道什麼原因呢?」 李陰說:「這樣吧,我拼命殺出松衛去求救吧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李陰就帶領幾十個馬軍打開城門,衝突出去。」 歐安看見有人想突圍避就四面包圍。 李陰不要命地死衝猛衝,終歸被他衝出重圍。 李陰說:「但是呢,跟隨他的馬軍都戰死了,就剩下他單槍匹馬,身負重傷疾了身。 當晚,呼呼呼聲翻起大北風,陰雲密保,天落起大雪。 嘿嘿,得反了,城內的屬兵就化開雪水來煮食,這樣就救了一下急。 李陰說:「現在說的是李陰,他衝出了重圍,由西山的小路就走了兩天,這樣才遇著姜維的人馬。 李陰落了馬,就跪下,伏在地上報告,說:「谷山兩個城堡都被魏兵圍困,勸了水源,極之危急。」 李陰說:「啊,姜維說:「我不是黎池,家恩要等姜兵等了很久都未到,因此誤了時間,你回去養好香,於是就派人送李陰回去西村醫治。」 姜維跟夏侯伯商量,他說:「姜兵未到,魏兵圍困,谷山形勢極之危急。」 李陰說:「夏侯將軍,你有何高見?」 李陰說:「夏侯伯說:「若果等得姜兵來,谷山兩座城堡都哭了。」 李陰說:「我估計,雍州的兵必定全部都來攻打谷山,雍州城實是防守空虛。」 李陰說:「姜將軍,你帶兵去牛頭山,兜到翁州後面,郭槐陳泰就必定要回兵去救翁州的,那谷山就可以解圍了。」 李陰說:「啊,這條計策最好了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姜維就帶兵去牛頭山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說陳泰,他見李陰突圍走了,就跟郭槐說:「李陰一定是向姜維告急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他估計我軍都來了谷山,實會迂回到牛頭山襲擊我軍的背後,請將軍率領一支軍隊去奪取逃水,撤斷屬軍梁道。」 李陰說:「我就分一半兵,直去牛頭山打他。」 李陰說:「他知道梁道已經被撤斷,自然就要退兵。」 李陰說:「好辦法啊,郭槐就聽他,就率領一支軍隊去偷襲逃水。」 李陰說:「逃水就在甘肅省臨潭縣的西南部來。」 李陰說:「陳泰就帶另一部份軍隊,直去牛頭山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的兵馬,來到牛頭山,忽然聽見前軍吵起來,說到魏兵在前面截著去路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就慌忙,親自跑到前面看看。」 李陰說:「陳泰見到姜維來到,就大聲說:「姜維,你聽著,你想去偷襲我雍州嗎?我已經等了你很久了。」 李陰說:「拆將看槍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很生氣,停槍中馬,直取陳泰。」 李陰說:「陳泰就冒起大刀迎上來,打仗不到三個回合,陳泰就打敗走了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指揮兵馬,掩殺過去,雍州兵就退回轉去,佔領著山頭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收了兵,就在牛頭山下面就紮落刑寨。」 李陰說:「從第二天開始,姜維就每天都派人去挑戰,日日禁打,總是不分勝敗。」 李陰說:「這一天,夏侯霸動姜維說:「你們並非九流之地,連日交戰都不分勝敗,不過是他們想拖著我軍,實有其他的陰謀詭計的。」 李陰說:「不如暫時退兵,再續打算吧。」 李陰說:「正在商量,突然接到報告,郭懷帶領一支軍隊去打了陶水,截斷了梁道。」 李陰說:「哇,姜維害怕,急忙命令夏侯霸撤退。」 李陰說:「他自己親自斷後。」 李陰說:「陳太就分兵五路追著來,姜維就獨自頂著五路腫口,擋住魏兵。 李陰說:「陳太指揮人馬上山,猛地射箭,扔石下來,好像下雨那麼下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連忙退去逃水。」 李陰說:「當去到逃水的時候,郭懷就帶兵殺來了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率領著一支軍馬往來衝殺,魏兵死死地封住他的去路,圍得好像鐵筒那麼密實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拼命地衝殺出去,損失了大半人馬,飛奔上楊平關。」 李陰說:「啊,誰知道前面又有一支軍隊殺到了,為首袁大長中馬橫刀而出。」 李陰說:「只見這個人,生得圓面大耳,嘴闊口唇口,左眼下面生了一個黑色的柳,柳上面還長了幾十條黑毛。 李陰說:「這個人是誰?」 李陰說:「那是司馬爾的大兒子,票記將軍司馬斯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就發大火了。」 李陰說:「王無小子,膽敢擋我這條腦?」 李陰說:「他拍馬停槍,對著司馬斯就走過去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沒有起大刀上前迎戰,三個回合而已。」 李陰說:「姜維就殺敗司馬斯。」 李陰說:「那姜維就脫身,向著楊平關飛奔而去。」 李陰說:「城上的人急急開門放姜維進來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被姜維逃走了,他也跟著要來搶攻楊平關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為什麼會帶兵來到這處攔截姜維呢?」 李陰說:「這樣的,原來姜維打雍州的時候,郭懷就派人飛馬入朝告急。」 李陰說:「魏主跟司馬爾商量妥當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爾就派他的長子司馬斯帶五萬兵去翁州助展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聽聞郭懷已經打退贖兵,他就打算贖兵勢弱,於是就在半老伏擊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他追著姜維,要搶攻楊平關。」 李陰說:「誰知道兩邊埋伏的年老萬戰齊法。」 李陰說:「這些年老乃是諸葛亮教落姜維的,一老就射十支箭,威力極大,而且用的都是弱箭。 李陰說:「司馬斯的前軍剛剛撲上去攻城,被年老一射,誒,慘了,連人帶馬,射死的不計其數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幸好撿回一條命,摔回頭,收兵回朝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說到谷山城內的屬將歐安。」 李陰說:「他見到員兵都還不來,頂不住了,就打開城門投降了魏國。」 李陰說:「這場戰役,姜維損失了幾萬人馬,率領著敗兵回漢中住宅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就回到洛陽。」 李陰說:「閃一眼,又到了魏國家平三年,即是公元二五一年的秋天八月,司馬爾得了病,病世漸漸沉重。 李陰說:「他叫了兩個兒子來到病床前,祝福他們,我說:「我是奉魏國很多年。」 李陰說:「做官,做到太父,做臣子,地位就已經到頂了。」 李陰說:「很多人都猜疑我,想謀朝散威。」 李陰說:「我的心都有點怕的。」 李陰說:「我死了之後呢,你們兩個要好好地地治理國家,認真要小心啊。」 李陰說:「說完,司馬爾就斷氣死了。」 李陰說:「他死的時候是七十二歲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、司馬超,啟咒魏主曹芳。」 李陰說:「曹芳當然下令和司馬爾舉行最隆重的葬禮,封鄭極其優厚。」 李陰說:「又封司馬斯做大將軍,總領尚書機密大使,封司馬超做票記上將軍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說吳主孫權,先不知有個太子叫孫登,是徐夫人生的。」 李陰說:「不過在吳國赤烏四年,即是公元二四一年就死了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孫權就立第二子孫和做太子,孫和是皇夫人生的。」 李陰說:「他呢,和全公主不和,就被公主在孫權面前猛講她壞話。」 李陰說:「孫權就廢了她。」 李陰說:「孫和當然是很怨恨定,說著說著說著就病死了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孫權就立第三子孫亮做太子。」 李陰說:「這個孫亮是潘夫人生的。」 李陰說:「當時陸筍、朱葛錦都已經世世, 東吾的一切大小事務都是由朱葛闊管。」 李陰說:「大家記得,朱葛闊就是朱葛錦的兒子。」 李陰說:「到了太元元年,即是公元二五一年,秋天八月初一。」 李陰說:「這一日,忽然翻起大風,荒海波濤洶湧,平地水深八尺。」 李陰說:「那麼孫權祖先寧暮所種的蟲樹、百樹, 全部都連根拔起,飛了上天, 李陰說:「一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面, 倒轉頭樹一條大老鼠。」 李陰說:「孫權因為這樣,怕了怕就得了病。」 李陰說:「到了第二年四月,病世危急。」 李陰說:「就照太父朱葛闊,大師馬女代,來到病床前,祝父後侍。」 李陰說:「祝父元就死了。」 李陰說:「孫權在位二十四年,死的時候是七十一歲。」 李陰說:「各位,曹操,劉比,孫權這三個人,到現在都死了。」 李陰說:「曹操死得最早,死的時候是六十六歲。」 李陰說:「曹操死了四年之後就劉比死了。」 李陰說:「劉比死的時候是六十三歲。」 李陰說:「劉比死後二十八年,孫權才死。」 李陰說:「閒話休題,言歸正傳。」 李陰說:「話說孫權逝世之後,諸葛確立孫亮做皇帝,大赦天下。」 李陰說:「將年號改為建興元年,即是公元二五二年。」 李陰說:「專稱孫權為大皇帝,葬在蔣寧。」 李陰說:「魏國的間諜探聽到這個消息,就向洛陽報告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一聽聞孫權已經死了,就和眾委大臣商議,要起兵討伐吾國。」 李陰說:「尚書扶架就說:「都不有長江之險。」 李陰說:「先帝屢次起兵去討伐他,都不能夠成功。」 李陰說:「不如各首邊疆,這個才是上策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就說:「天道三十年一變,怎麼能夠永遠是頂足三分的。」 李陰說:「我是要去攻打吾國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超附和他大哥的意見。」 李陰說:「目前孫權剛剛死了,孫亮年輕懦弱,這個正是可誠之機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就任命精南大將軍王廠,帶兵十萬去攻南軍。」 李陰說:「精東將軍胡遵,帶兵十萬去攻東興。」 李陰說:「鎮南都督冠優劍,帶兵十萬去攻武昌。」 李陰說:「三路進發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又委派弟弟司馬超做大都督,總領三路軍馬。」 李陰說:「在這一年冬天十二月,司馬超統領三路大軍來到東吳邊界,抓住人馬。」 李陰說:「這一日,司馬超召集王廠、胡遵、冠優劍來到中軍將舉行會議。」 李陰說:「東吳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東興郡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他們抓起一條大體,左右又抓起兩座繩,來到防御巢湖後面的攻擊。」 李陰說:「主委無必要小心在意。」 李陰說:「研究了一輪情況之後,司馬超就命令王廠、冠優劍各大一萬兵,分裂在左右兩側,祝福他們先不要進攻,等到奪取了東興郡之後,到時一起進兵。」 李陰說:「王廠、冠優劍兩個接受了命令就去了。」 李陰說:「然後呢,司馬超又命令胡遵做先鋒,總領三路兵馬,首先去搭起浮橋,奪取東興大體。」 李陰說:「若過宮佔左右兩座城,就是大宮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胡遵就帶兵去搭浮橋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講講東吾這一邊,太父朱葛確聽聞魏兵分三路殺來,就召集文武官員來商量。」 李陰說:「平北將軍丁鳳說:「東興乃是東吾最重要的地方,如果失守,那麼南郡武昌就危險。」 李陰說:「諸葛確說:「沒錯,這個看法與我的意見相合。」 李陰說:「就勞煩丁將軍你帶三千水兵,由大江水路去。」 李陰說:「我隨後就會命令旅據唐之劉讚三位將軍,各大一萬名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。 李陰說:「到時一聽見連珠炮響,就一起進兵,我親自率領大軍跟著就來了。」 李陰說:「趙鳳接受了命令,立即率領三千名水兵,分鎖三十隻戰船,向東興出發。」 李陰說:「胡津,他渡過了浮橋,將軍隊駐紮在大堤上面,然後派援家和韓宗帶兵去攻打兩座城。」 李陰說:「左城是吾將全端把手,右城是吾將劉略把手。」 李陰說:「這兩座城又高又險,非常堅固,一時之間要攻陷他,就不是那麼容易。」 李陰說:「全端和劉略兩個守將,見到魏兵人多世眾,就不敢出去迎戰,只是一尾死守。」 李陰說:「胡津是在徐堂那處安刑的,你一日,戰冷得非常,又落肯無大雪。」 李陰說:「胡津只是和一班將領大排延席喝酒聚會。」 李陰說:「喝喝,接到報告說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。」 李陰說:「胡津就走出去迎戰望一下,見到那些戰船就來拍案。」 李陰說:「每艘船大約是百多人左右,一轉身走進入中軍將隊那些將領說:「不過是三千人而已,用不怕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只是吩咐捕下一個將官,去繼續探聽監視一下就算了。」 李陰說:「仍然和大家喝酒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說的是丁鳳,他命令戰船一致地在岸邊拋錨,他對報告下的將官說:「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貴,正在今日。」 李陰說:「然後就命令全部軍事除了監視,不用長槍也不用大擊,每人只帶一把短刀。」 李陰說:「嘿嘿,那些藝兵見到這樣,人人都抱著肚膽笑。」 李陰說:「這樣一點都不作準備。」 李陰說:「過了一陣。」 李陰說:「突然聽見咚咚咚咚,連珠炮響了三聲,丁鳳蒙出一把刀,奮勇當先,啪地跳上岸。 李陰說:「所有的軍事都拔出短刀,跟著丁鳳登陸。」 李陰說:「衝啊!」就殺入魏軍營寨,把魏軍殺個措手不及。 李陰說:「眼看著東吳兵殺到,韓忠是一個戰報,衝到中軍掌錢,把插在樹的大擊掛起。」 李陰說:「正說想迎戰。」 李陰說:「誰知丁鳳快似船風幾步衝到近身,手起刀落,將韓忠斬死。」 李陰說:「援家就從左邊轉出來,舉起槍,對著丁鳳就刺過去。」 李陰說:「丁鳳一下就劫著槍竿。」 李陰說:「別搞,援家連槍都不要就走了。」 李陰說:「丁鳳就一刀飛過去,斬正援家的左駁。」 李陰說:「哎呀,援家當堂躲低。」 李陰說:「丁鳳趕上兩步,就用搶過來的槍刺死他。」 李陰說:「這三千名吾兵,哇,厲害了,在魏昏營寨,左衝右突。」 李陰說:「胡章急急上馬奪路而走。」 李陰說:「魏兵就紛紛逃命,一起踢上浮橋。」 李陰說:「誰知浮橋已經斷了,結果大半人掉下水,淹死。」 李陰說:「其餘的,在雪地上被殺死的就不計其數。」 李陰說:「魏軍的馬匹,物資等等,全部被吳兵繳獲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超、王闖、冠優劍,他們接到東興兵敗的消息,連亡撤兵退走。」 李陰說:「朱葛確他帶兵來到東興,為勞掌賞有功的將士,慶賀一番。」 李陰說:「他認為司馬超這次打了敗仗,撤退回北方,正是進取中原的大好時機,一邊派人送上屬國,請求姜維進兵攻打魏國的北部,答應成功之後平昏天下,一邊出動大軍二十萬去討伐中原。」 李陰說:「臨出發的時候,突然見到有一道白氣,由地下衝起,將軍隊都遮住,對面不見人那麼交關。」 李陰說:「哎呀,這些氣人乃是白紅藝啊,是兵敗的兆頭,請太傅班師回朝,不要去攻打魏國。」 李陰說:「嗯,朱葛確好鬥啊,你說這些不利的說話,影響我的軍心,就和刀斧手拉蔣賢去殺口。」 李陰說:「幸好得到大家求情,朱葛確就免他一死,將他扁他做平民百姓。」 李陰說:「仍然按照原定計劃,帶兵出發。」 李陰說:「丁鳳就向他建議說:「魏國以新城為總喊口,如果首先奪取到這座城前,司馬斯就嚇破膽。」 李陰說:「朱葛確實分同意,就趨速兵馬直到新城。」 李陰說:「新城的郡城就在今日湖北省房縣。」 李陰說:「鎮守新城的衙門將軍張特,見到東吳大軍押警就閉門堅守。」 李陰說:「朱葛確實指揮人馬,將城池四面為神。」 李陰說:「這個緊急情況,早就有流星馬向洛陽報告。」 李陰說:「朱葛確實對司馬斯說:「目前朱葛確圍困身城,我們不要跟他打字。」 李陰說:「吾兵在這麼遠來到,他們人多糧少,糧食一盡,自然就要走。」 李陰說:「等到他們要走的時候,然後來打他,別獲全勝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就是擔心屬兵來侵犯邊境,要提防才可以。」 李陰說:「司馬斯同意愚蟲這個判斷,就命令司馬超第一支軍隊, 李陰說:「去協助國懷防備疆位。」 李陰說:「另外派冠優劍胡遵,去頂住東吳的兵馬。」 李陰說:「朱葛確年氣幾個月,猛攻新城,總是打他不下。」 李陰說:「這一日就對所有的將官下令,全力攻城,抬萬者斬。」 李陰說:「於是重將官就拼命攻打。」 李陰說:「是的,新城的東北國就快被他們突破。」 李陰說:「張特在城內想到一條辦法, 李陰說:「他派了一個很會講話的人,帶齊全城的戶口拆,去到吳君營寨,求見諸葛角。」 李陰說:「啟稟將軍,我們毅國有一條這樣的法例, 李陰說:「如果遇到敵人圍困成此,守城的將領堅守一百日, 李陰說:「還沒有救兵到,然後出城投降敵人。」 李陰說:「就不用連累家族受罪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將軍圍城已經九十幾日, 李陰說:「黑球將軍再寬容幾日, 李陰說:「我們主將就率領全城的軍民出城投降。」 李陰說:「現在將全城的戶口拆,呈上給將軍。」 李陰說:「啊,是合情理。」 李陰說:「諸葛確信了,就命令收兵停止攻城。」 李陰說:「哈哈,那就上大檔了,原來張特是用緩兵之計, 騙諸葛確收兵,就趕快出動全城軍民, 拆了城內一些房屋,把城牆破壞的地方修理好。」 李陰說:「這一天,張特走上城樓大聲地罵, 李陰說:「你們吾狗聽著,我城內還有半年的糧食, 怎麼肯投降你們吾狗,跟你怎麼打都無妨。」 李陰說:「哇,激死諸葛確,他立即指揮兵馬攻城, 城上亂箭射下來,諸葛確在額頭上中了一箭, 整個打了下馬,大家就救了他回營, 李陰說:「戰傷又發炎,當時天氣炎熱, 很多兵士都病了,全軍的士氣低落,都不想打了。」 李陰說:「過了一排,諸葛確的戰傷好一點, 又要趨速兵馬攻城。」 李陰說:「究竟這場仗勝敗如何呢?」 李陰說:「扯聽下戶如分解。」 李陰說:「 Boy, My opening, 而且京急用対 molecule, 李陰說彈才是怎麼打的。 李陰說の導 continu就灰組bab石封岐迷, 李陰說'. 李陽過年很強的離合も恢復都會被弄着也是 folder的。 李陰說出發碼到哪裡… 李起床 san舉不可鳥,